一张二费卡在队友都倒地的情况下 从南坎到北轻松一挑六 拿下了八轮孔大成冰枪 一分钟学会四星克列 没想到吧克列又能玩了 阿北赛季初出过一个克列阵容 但这次阵容组成方面有一些不同 运营手法也不一样了 我们团队测试完的攻势 阿北这种麻瓜照着玩都能直接吃鸡 你们学会了还不是把把乱杀 并且这套阵容下个版本还能玩 所以一定要认真看 阵容组成这样的 包比 克列 迪某组成三约德尔 再搭配沙弥拉 刀妹 乌鸦 格温 剑魔 组成高裁决高诺克萨斯的多级半整 其中沙弥拉 克列必追三星 刀妹 包比数量哪个多就追哪个 当然能全塞那就更好了 有大头可以替换掉迪某 剑魔没来之前用任意的裁决排过度 上九又先开四裁决 四裁决是一个质别 如果你刀妹没有三星的话 也可以丢掉刀妹提前开四裁决 对比阿北之前赛季初出过的裁决克列 这种搭配可以更快的四星 并且配上沙弥拉的破甲 过前排更快 装备方面 主C 克列 银血探痰水银这三件必备 装备上有一点苛刻 但这一套又不能带卡牌的英雄之力 所以一定要糊了才能去玩 负C沙弥拉 青龙刀蓝buff必备 快速施法捡对手的护甲 剩余的两件可以选择任意的物理装备 也可以选择帽子中法强装 提高破甲的数值 简单来说就是其他有什么给什么 负C格温消耗剩余的靶强装备 主坦三星的翼子 或者乌鸦给任意的漏装就行 站位方面是这样的 克列和沙弥拉必须站在同一侧 让沙弥拉来提供破甲效果 快速过前排 剑魔站在克列旁边 为克列提供生命值和吸血 如果对面的边角前排有空位 那么克列可以直接站边上 跟对手的C位同侧 有一定的概率直接切到后排 黑剑的英雄之力是女姐 依靠女姐的天生二星和递个痛快 快速追出四星克列 或者带剑胜也可以 克列的下马会后退两格的距离 而剑胜的开标能有效防止 克列逛街的情况出现 但这样的话就没有女姐三的快 推荐的强化符文有这些 下面说一下它的强度排名 这套阵笼我们端游的千分王者局 测试过多把 基本是硬完的战绩如下 也可以看到 千分硬完的情况下 阵笼烂分还是挺稳的 整体是上分的 但不胡的局也容易老八 最终总结强度T1.5 如果4-2不用地排海克斯 就能三星克列 转而拿个高占领海克斯 那么可以排到T1的末尾 有吃鸡的可能性 而金蝉产呢 我们也在千分局测过这套阵笼 因为金蝉产有限定奶妈阵笼 而端游是没有的 环境有所不同 优势是奶妈会帮你轻二费排尺 更容易成型 缺点是奶妈成型就能锁血 克列也成型 打不过奶妈会掉血 所以综合排名 T2剩完 最近我们的阵笼视频 都有双端强度评级和区别测试 大家观感怎么样呢 特别是对于两个游戏都玩的观众 可以评论区告诉阿贝 那么这么强势的阵笼 到底和赛季出游有什么不同 现在怎么玩才能稳定掐到烂盆呢 开局推荐选女警 只要城邦不是迅捷泄这种高精技了 那么打开意图流 先想好要硬玩一把 开局天生两星的话 不拉能够走连败 只拿包笔 沙米拉 刀妹和克列 天生二星的一费最好选择是沙米拉 二费必须是克列 选秀优先拿克列的装备 二杠七野怪环节拉五 比方打不过野怪 打完野怪以后 可以D20-30左右的经济 完成五能口的标准阵 先把血稳住 然后在五能口卡利歇 曼地 刀妹沙米拉 波比三星 以及顺便追克列 另一两个三星以后 再拉六 在六能口完成三星克列 三星克列以后呢 上能口不裁决就行了 有戒魔上戒魔 又大头换掉低魔 这套阵笼凭借着女警的天生二星 和D个痛快 完美地解决了克列四星曼的问题 基本上把把都可以在四杠二四星克列 随后一路北伐进前四 这套阵笼就是在打枪手的时候 会有点劣势 泽力点了人实在太痛了 但是枪手现在很卷 所以不是特别怕 如果你是开局银色的女警 凯特斯 那么不影响 还是可以赌的 就是会卖电 但如果是彩色开局 建议跑路玩其他阵笼 其他阵笼不知道玩什么 也可以去阿北的主页翻一翻 找个最新发的阵笼 硬完一把就行了 学会了吗 想学更多适应版本的 小时阵笼 不要忘记关注阿北